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炎炎夏日 狐狸猫正站得直挺挺的 在操场参加升旗典礼 听着主任在台上报告这周的重要事项 狐狸猫听得正起劲 突然间 他的身后传来一阵骚动 原来是狐狸猫的同学晕倒了 于是 班上同学赶紧将昏倒的同学扶起来 带到保健室休息 老师在关心完昏倒的同学后 回到班上 告诉狐狸猫与班上同学们 早上那位同学还好没什么大碍 他会昏倒是因为 没有吃早餐血糖太低所造成的 这时候狐狸猫就觉得有点困惑 因为狐狸猫他今天早上也还没吃早餐啊 可是为什么狐狸猫没有因为没吃早餐就昏倒呢 老师笑着说 并不是没吃早餐就会昏倒哦 即便没吃早餐 人体也会想办法维持血糖的浓度 让你的血糖不至于过低哦 嗯 血糖为什么这么重要啊 血糖顾名思义就是血液中的葡萄糖 人体的血糖呢有两大主要来源 一个是我们吃下去的糖类食物 经过消化分解后吸收得来的 另一个是来自肝脏或肌肉中的肝糖 分解后形成的葡萄糖 血糖是细胞进行呼吸作用产生能量最主要的养分来源哦 如果血液运送给组织细胞的葡萄糖不够或太多 就会造成血糖的供需失调哦 哦 血糖对人体的影响有这么大 那 血糖太低除了会昏倒以外 不会有其他的生理反应吗 还有 血糖既然这么重要 不就越多越好吗 为什么还要维持血糖浓度的恒定呢 当血糖浓度过低时 细胞能利用的葡萄糖就会不够 会造成个体昏迷 甚至有生命危险 但是 血糖浓度如果太高的时候 过多的葡萄糖就会随着尿液排出 而形成糖尿病 所以啊 人体一定要维持血糖的恒定哦 大家还记得在先前的单元中有学过 哪些激素与调节血糖浓度有关吗 狐狸猫想了一下 哦 之前在练分泌系统单元的时候有学到 是胰岛素 生糖素 跟肾上腺素吗 没错 主要负责血糖调节的 就是狐狸猫所说的这三种激素哦 那它们是如何调节血糖的恒定呢 我们就来了解它们吧 细胞进行呼吸作用会消耗葡萄糖 使得血糖浓度下降 低血糖的血流流进脑部的时候 会让脑部产生饥饿感 引起食欲 进行摄食以补充血糖 同时 胰脏中的胰岛就会增加生糖素的分泌 生糖素顾名思义就是让血糖浓度上升的激素 那它要怎么增加血糖浓度呢 人体平时会将多余的葡萄糖合成为肝糖 储存在肌肉细胞和肝脏细胞内 而生糖素的作用就是促使肝脏内的肝糖 转成葡萄糖释放回血液中 使血糖浓度再上升到正常范围内 说了这么多 这边请你思考一下 生糖素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促使肝糖转换成葡萄糖 B 促使葡萄糖转换成能量 正确答案是A 生糖素的功能让血液浓度增加 为了增加血糖 除了进食之外 就是将储存的肝糖转换成葡萄糖释放到血液中 使细胞有更多的葡萄糖可以利用哦 生糖素可以让血糖浓度上升 那什么激素可以让血糖浓度下降呢 当人体进食后 体内的血糖浓度升高 这时候胰岛素的分泌量便会增加 胰岛素也是从胰岛分泌出来的一种激素 但它对于血糖的作用 刚好与生糖素相反 是可以让血糖浓度降低的 诶 那降低的血糖到哪里去了 是跟生糖素相反 把葡萄糖变成干糖吗 狐狸猫听完提出了疑问 其实狐狸猫的想法对了一部分哦 进食后血糖浓度上升 此时胰岛素的分泌会增加 促使葡萄糖快速进入细胞内提供细胞使用 并可以让葡萄糖进入肝脏或肌肉细胞中 转变成肝糖储存 这样就可以让血糖浓度下降到正常的范围内 生糖素将肝糖转换成血糖 让血糖浓度上升 而胰岛素则是把血糖转换成干糖储存 让血糖浓度下降 它们两者就像翘翘板一样 共同来维持体内血糖浓度的恒定 那肾上腺素呢 它不是也能升高血糖浓度吗 小叔啊想起之前课程讲的 关于内分泌的内容 大家记得体育课的时候 老师们常常说 要发挥你的爆发力吗 爆发力就是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力量 这时候就需要取得大量的能量 而这个能量来源 就是细胞分解葡萄糖所产生的能量 那要怎么快速增加葡萄糖提供细胞使用呢 这时候就要藉由肾上腺分泌的肾上腺素啦 它会使血糖在短时间内上升 提供生物体所需的能量 让生物体可以应付紧急状况 或是产生爆发性的动作 那为什么不是用生糖素呢 生糖素也能让血糖上升啊 狐狸猫提出了他的看法 狐狸猫的问题问得很好哦 生糖素和胰岛素的反应是较缓慢的 因此在紧急状况下 就需要效果较快的肾上腺素 来应付突如其来的危机哦 了解完三种调节血糖的激素后 我们来试试看以下的题目吧 有关血糖恒定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呢 A 生糖素和胰岛素都可以让血糖浓度上升 B 血糖是细胞进行呼吸作用产生能量 最主要的养分来源 C 糖尿病是因为糖吃太多所造成的 正确答案是B 让血糖浓度上升的激素为生糖素和肾上腺素 胰岛素则会让血糖浓度下降 而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所造成的哦 那我们就用狐狸猫在学校的一天 来复习一下今天说的血糖恒定吧 每吃早餐的狐狸猫 因为没有摄取糖分 所以血糖浓度一直下降 太好了 午餐时间到了 狐狸猫吃得饱饱的 血糖浓度也因为进食而大量的上升 过高的血糖浓度在吃饱饭后 慢慢地藉由胰岛素的作用 将多余的葡萄糖转换成干糖储存起来 因此血糖浓度恢复成了正常的状态 在那之后 借着胰岛素与生糖素的协调 血糖浓度持续地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 放学后 狐狸猫 狸狸和麦麦 进行了一场三对三斗牛赛 此时肾上腺素分泌 让血糖浓度上升 除了那么多血糖的恒定 同学们也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住院的病患会需要注射葡萄糖液 以恢复体能 这是因为葡萄糖具有何种特性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留言在下方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额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